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窗等令人烦躁的症状 其中腹痛是最难熬的疼痛 在中医的角度又称为筋形腹痛 严重时疼痛可能会牵连到腰背部 甚至还有女性痛到昏倒 筋痛绝大部分是自身体质所致 若想解决令人烦躁的筋痛 除了调整作息及适当运动外 也可借由体质与食材调理 并提出以下四种不同体质所需的不同食疗调理方法 那第一呢就是气质血运行 特点呢 经前一两天或月经其小腹脏痛 多伴随乳房脏痛或有血患 可能因生活或工作压力导致肝气瘀结 气血运行不畅 气质 经血运基于子宫 引发筋痛 那建议适量进食呢 有玫瑰花 义母草 甜漆 佛索瓜 白萝卜 山楂等食材 第二呢 湿热型的特点呢 经前小腹疼痛伴随腰痛 或平时小腹偶有疼痛 月经时疼痛加剧 可能是因为平时喜欢吃辛辣 口味重咸 导致皮须生湿 干于生热 让子宫气血不畅 淤积引发筋痛 建议适量进食 像是多吃冬瓜 丝瓜 海带 赤小豆 莲藕 等清热力湿的食材 那下段节目我们继续告诉你 除了气质血运行 以及湿热行之外呢 还要拿两种体质 是我们常见的筋痛问题哦 那以上是我们的健康世界报 下次见哦 拜拜 如果你有想要询问我们 任何关于健康的问题 欢迎扫描QR Code 或者是在影片下方告知我们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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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